猴斗终于杀入了香港 传媒会问会不会传染到我们的人 会不会需要全民打疫苗 这些讨论又走出来 其实我之前也拍了很多片讲这个问题 既然现在有这样的发展 我也拍了一段影片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病 怎样去预防怎样去医治 以及究竟应该怎样做法最合理 猴斗是一种病毒引起 它是类似天花那种病毒 听名字他们以为这种病毒影响猴斗 本身这种病毒不是主要影响猴子 它主要是一些 鲨子类动物 即是老鼠、仓鼠、葵鼠、甚至水豚 那类动物的病毒 之所以叫猴斗 因为最初人们发现它会引起这个病 应该是50年代或者60年代 发现在一些实验室里面养着那些猴斗身上 就有这种病毒 引发出这些一粒粒粒的病 那今次这波的疫情 主要都是在一些 男性和男性有性行为的人身上找到 主要的诊都在一些 比如说下身 即是肛门附近的那些位置 或者口腔那里 那有时都会挺痛的 有时都会挺辛苦 有时是细菌感染了之后 就会发炎得很厉害 有小部分可以感染之后 会死亡的 那当然这些死亡个案 在先进国家就不是太多 那有人会问究竟是否性接触传染呢 那因为so far来说 应该暂时我们看不出是所有性接触都会传染到 那应该说如果你和一个人接触得紧密的话 他又真是那些比如下身 口汗那里又有了这些痘痘 你和他接触得时间够长 任何人都会传染到的 主要处理方法方面 就有一些治疗的方法是有药物的 我们有一种抗病毒药 可以用来对付猴痘病毒的 那主要它就会令到这个病毒的 那个壳包着病毒的envelope 那个壳就会抑制了它的制造 那第二在预防方面 其实我们是有这个疫苗可以预防它的 那这个疫苗就是1972年之前 就会一直使用的天花疫苗 因为天花病毒和猴痘病毒 就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 预防天花疫苗 对于预防猴痘效果都不错的 估计应该85%都可以预防猴痘的 那天花疫苗就和其他的疫苗有些不同 它就不同 大家好像打一支针下去 通常就是有一个好像两个叉的针仔 这样点下去疫苗那个溶液 刺在皮肤的表面 那通常就是很短时间就刺很多针 令到这些疫苗就走入伤口里面 那这一只疫苗呢 就是我们叫做减活疫苗 即是说是life attenuated 它里面是有活的天花病毒在里面的 那这个天花病毒当然就已经被弱化了 不过呢它刺了到皮肤那里呢 它一样会复制 还有呢 就会跟着呢 就会有令到皮肤呢 会产生个伤口啊 含龙啊 起水泡啊 那样 那通常呢 就维持一两个礼拜呢 才会结招跟着好 那这种疫苗呢 是当年布殊总统入侵伊拉克的前夕呢 就想着呢 就是帮全民去打的 那当时呢 很多人反对啦 那后来呢 就将那个规模呢 就缩细了 就帮一些 可能医疗人员啦 或者军队才去打 那但是打了之后呢 那些人就发觉 除了说 引起这些反应的皮肤的反应之外呢 有部分人呢 就有心肌发炎的现象 那所以呢 好像是打了几万人之后呢 就放弃了啦 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新少少的疫苗 就是我们有一些改变的疫苗呢 他这种呢 就用一些基因技术 令到病毒就不会复制得很厉害 那就不会引起那么多大的反应 相对是安全一点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猴斗的情况再恶化下去 很多人都受感染 要打疫苗的话呢 通常打的话 多数都应该用一些新的疫苗 那考虑到呢 这个病本身呢 就是那个传染力 不是真的高得那么紧要 就是他一定呢 就不会像COVID那样 传到所有人都感染到 都不会这样的 主要都是一些很紧密很亲密的接触 和一些同志团体呢 才是机会大一点的 那所以如果你问我 推不推荐全部人应该要打疫苗 去预防这个病呢 那我觉得呢 推荐度就极低的 那我只是呢 比一颗升 疫苗 尤其是旧疫苗呢 是负作用明显的 绝对呢 就不值得呢 就全民去没有这个险去打的 特定群体 高危一族呢 去打呢 我觉得无可口非 全民打呢 就绝对不推荐 好今天呢 就希望呢 就解到大家的疑惑啦 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呢 记住呢 就留言点赞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